徐雪玉在106年担任县议员期间 特别针对了寿风乡东西向连外道路案 表达支持执行之意 而感谢县长徐真卫立委傅昆奇 长期关心寿风乡亲 花林县政府也在106年的7月 补助了寿风乡东西向连外道路的可行性 评估经费260万元 协助协调和工作 未来徐雪玉单选寿风乡长的话 他也强调会尽力来争取新建的经费 徐雪玉在106年担任县议员期间 曾针对了寿风乡东西向连外道路案 表达支持执行 他也特别感谢县长许真卫 以及傅昆奇立委长期关心寿风乡亲 花林县政府并且在106年7月 补助寿风乡东西向连外道路的可行性 评估经费260万元 并协助与协调 徐雪玉表示 一旦当选寿风乡长 也将会尽力争取相关经费来推动 以及后续的建设工程的新建 我们在106年的4月10号呢 当时是我们习政卫立委的时候 结同了我们的寿风乡公所的张乡长 还有一些代表以及本人 我们到了现场来看了这一条道路 以及中央的副次长吧 我们一起来看这条道路的同时 那看完之后呢 我们呢就在寿风乡公所呢 他们就提报 然后我们就请了我们的傅昆琦县长 在拨了260万的可行性评估 到我们的寿风乡公所来 那当时呢 这个可行性评估呢 也在我们张乡长的任内呢 已经完成了 那在108年的12月5号呢 再从我们寿风乡公所呢 把这个案子呢 移送到我们的县政府的建设处 那我们也希望这条道路东西巷呢 这条东西巷可以说是 对我们整个寿风乡来讲呢 是唯一的一个最完整的一个东西巷 那我们也请我们的副立委 跟我们的习县长 我们共同努力来把这个东西 寿风的这个东西巷呢 越美通往我们的平河 这个四驱五驱 然后再到我们的大学路 再到我们的台九县 我想这条道路呢 非常的完整 如果能做起来的话 整个交通网 对于整个寿风乡来讲的话 这一条是最棒的 也是最合乎使用的 学义我有一个构想是说 如果能够在越美打一个隧道 到我们的水莲的话 我想这样可以带动地方 而且也让我们水莲的民众也好 或是外来的观光客也好 他们如果要进出的时候 从台11线 可以直通到我们193 也可以到我们台9线台11柄这边来 我想这样的一个交通网呢 对于这个我们整个寿风乡来讲 是一个非常需要的 解决乡境内的交通困境 与在地连结的机会 借此来吸引人潮 火罗素风乡的观光 以及提升在地生活品质 跨过老西至对岸 共和村的跨桥 鲜接越美大桥的连外道路 提升东西向连外道路的生活机能 后续规划更希望能够建设 贯通海岸山脉至水莲村的隧道 区带16公里长的花三八至一线 全线由华东重谷跨越 寒山脉到东侧海岸 希望未来在寿风乡东西向连外道路建案中 能够打通隧道至水莲 以彻底解决行车安全的问题 还能够缩短乡亲到公所洽工的时间 记者林杰 寿风乡才能报道